是的 קא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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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姐姐 你也看到了 我跟叶哥哥表情相悦 你要不就成全我们 轩柔你好歹是我妹妹吧 苏文言 刘二斌你年轻漂亮 要不是我家老太爷屁股 我才不会娶你 我成全你们 你 你 退婚 你知道这次联姻对集团意义重要吗 轩柔您脚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 爸 妹妹喜欢林业 林业也喜欢妹妹 你为什么非要让三个人都不幸福 林老太爷选中的孙媳婦是你 联姻救得了一时 救不了一时 闭嘴 现在集团做主的是我 不是你死去的吗 也不是你 陈天玲他怎么来了 现在要联姻 为什么不学我最想的 秦总 听说你未婚 是 我的未婚夫 被我的姬妹抢 你愿不愿意帮我的婚姻 娶我 郑总 让您解笑 只要秦总闪光来参加小女的婚宴 还请 欢迎 苏总 稍后婉言的婚礼 就会送到苏家 什么 不够 不够 走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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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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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 我一餐不 不 哎 警告你出去 请坐 视频呢 已经发送给我朋友了 人证物证据在 就认栽吧 你想要什么 我要你收购苏氏集团 我可以送你 我15%的苏氏股份 为什么 因为我爸狂妄自大 又自私自理 我不想我母亲的心血 毁在他手里 你知道我是谁吗 情势集团总裁 秦天琳 只要你找了三年 全把我给忘了 好 我答应你 那我们这样吧 请坐 这已经没人了 你不用再看 不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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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 真的 谢谢 请走 苏氏集团15%的股份 价值十多亿 在交易没有完成之前 你必须跟我住 这里平时就我一个人住 会有阿姨定期来打扫 走吧 我带你去那房间 麻烦请走 这是你的房间 一楼有温泉 累了可以去泡泡 你先随便看看 啊 你背上怎么回事 你出去 让我看看 流氓啊你 你出去 害羞了 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抱着我幽默又肯 怎么不知道害羞了 那次 那次又是意外 车货弄的 你 衣柜里有衣服 换了下楼 喂小爱里 我刚联系了王仪 她说你在三年前 曾经把股份脱赶给了当时的男朋友 莫勤 你要转让股份 就一定要得到她的同意 什么 老爷 吃饭了 你坐着什么 方便 方便 好香啊 你要不要来一表 不用了 你真的不记得我是谁啊 我们以前 在什么 认识 三年前 我出车祸失忆了 后来只记了一些零碎的片段 你不会暗恋过我吧 婉言 我这辈子都不想能见到你 开玩笑的 二人 帮我查一下三年前苏婉言的车祸 当年所有的警察医生肇事者 全都不查 全都不查 苏婉言 我只要你找了三年 全都不给忘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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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看我 你给我吃的火腿肠 已经过期两年了 送你去医院 等等等 先去卫生巾 你疯了吗 你竟然把股份粗版给一个 你出社后后从来没有找过你的渣男 你竟然把股份粗版给一个 你出社后后从来没有找过你的渣男 我的好阿黎 能帮我找找过情吗 不能 你那会对他宝贝的很 连张照片我都没见过 只知道他在过情 我的好阿黎 我自己不方便出面 你就帮我逗逗他吧 来 喝咖啡 真有你的 今天你来了 别好 嗨 干啥 干啥什么 我来见律师 商量一下股份转让的事 就是手续有点麻烦 可能那得一等 是你没事吧 没事了 好得很 今天没事 跟我去个地步 哎 秦总 你这么做 牺牲是不是有点大 我怕你带着我的股份跑了 秦总 婉言 姐姐 你来喝秦总你别婚证吗 姐夫 你说你都不是要给姐姐买个戒指 还没来得及买 可不像林总 半年前就跟妹妹给你弄我弄的 当然准备出 姐姐 我都给你道歉了 你就原谅了人家好不好 亲爱的 你走吧 这是婉言的吧 我们要不要还给她 提什么 我们去哪 送你回家 怎么 还修了 手机好像不见了 您好 请问是秦大腿先生吗 这里是北云入民政局 您朋友的手机落在了这里 谢谢 秦大腿 爸 你今天是没看到 那个苏婉言嫁给秦天龄之后 那眼睛都找脑袋顶上了 婉言真的跟 秦天龄很清楚啊 是啊 我亲眼看到的 我去趟公司 去死吧 苏婉嫣 去死吧 苏婉嫣 喂 姜黎 喂 姜黎 喂 婉爷 我找到莫婷了 真的 太好了 我约了她晚上见面 十点 银子酒吧 好 一个人 要不要一起喝 谁用 白颜 你就是莫婷 是你吗 不好意思啊 三年前 我因为一场车祸失忆了 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 你是我男朋友吗 三年前 你不告而别 独自回国 我找了你很久 但你没有找到 没想到你竟然失忆了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事情怎么会 莫先生 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 我这里 我这里有很多我们的照片 莫婷是我的英文名字 我的中文名字叫于彻 你有印象吗 我记得了 没关系 我不会再离开 喂 姜阿姨 是她吗 都不上来 我再找人查查她的体系 好 拜拜 喂 秦总 出来 我有事找你 秦总 你今天 很漂亮 谢谢 秦总 你到底有什么事 送你的 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回 太贵重了 我送出去的东西 我会收回 再让试试 其实我们之间 只是协议结婚 你不用破费的 等我把股份转给你之后 就可以离婚了 从明天起 来做我的助理 啊 为什么 方便晚上收购 烦不烦啊 你怎么还在睡觉啊 出事了你知道吗 怎么了 你看热搜 就这一会儿功夫 集团股价又跌了 天龄啊 你太让我们这些长辈失望了 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 股价的事 注意不用担心 请总 您要不先睡一会儿 已经熬了一晚了 接下来还有什么行事 王总那边要求见您一趟 走吧 请天龄 你怎么老不接电话呀 师傅 你这车什么时候能修好呀 我特别着急 一时半会儿修不好了 您要着急的话 就先打个别的车 先等我 停车 对不起 我应该早点闪掉了 没事都已经解决了 视频的事儿 公司早上十点上班 你下午两点才到 陈总 王总那边 不去解释 请总 请问我的月薪是 按照公司规定 月薪暂定5000 工作能力强的话 可以掌心 这也太少了吧 保持住 外加接送上下班 不要这些 可以折线吗 不可以 不过我私人的钱 你到时候可以随便用 不过我私人的钱 你到时候可以随便用 我知道苏鞭在监管你的银行账户 股票基金这些 你手里应该没有多少 谢谢 你好 在吃午餐啊 嗯 那个 你的月薪是多少 八万 你这样的女人 配不上秦总 视频的事儿 让秦总被董事会问责了 他从昨天深夜一直忙到现在 秦总是一个非常单纯的 如果你不爱他 也请你不要伤害他 我不会伤害他的 还有 手机是你继命捡搭货交给民政局的 请怎么不让我告诉你 喂 秦总 进来 启动对苏氏的收购计划 婉杨为项目负责人 艾瑞 你协助他 苏氏集团经营混乱 负债过高 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收购对象 我会把我拥有的15%的苏氏集团股份送给秦总 可以抵消一部分成本 说够苏氏 我势在必行 去执行吧 婉颜 答应你的 我都会做到 谢谢 视频的事 我 我有些饿了 晚上请我吃饭吧 可是我今天晚上有约了 明天吧 嗯 好 拜拜 嗯 好 拜拜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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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在沙漫上干什么 吓死我了 等你回来啊 这都凌晨两点了 以后这么晚回家 可以叫我去接你 一个人打扯不安全 好的 知道了 戒指呢 戒指呢 为什么不戴上 太贵重了 丢了我可赔不起 骗你的 在这儿呢 明天刚好周末 我们去约会吧 你还欠我一顿大餐呢 约会 先把戒指戴上 早点休息 我先上楼了 想吃点什么 明点吧 过月 赵九 你不喜欢吃把餐吗 一般吗 你喜欢吃 留学的时候 在法山店打过宫 啊 勤家这么有钱 你很需要勤工俭学啊 家族的考验而已 不过我在那里 遇到了这辈子最重要的 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 女士 您的菜单拿反了 你吃十几天法餐 不腻吗 不腻啊 我最喜欢吃法餐了 比特地康 比特地康 三年前 有个傻瓜给我说他没有爸爸 还会找到三年都没有找到他 其实我们 我 姐姐姐夫 真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 爸爸这几天 一直在忙你们回门院的事情 王爷 吃饱了吗 嗯 吃饱了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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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些年 吃的 穿的 用的 都是我母亲到下来的资产 很快 我都会拿回来 不属于你们的 永远也不会属于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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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一天 都被苏萱柔毁了 这是送你的 抬开看看 嗯 嗯 嗯 这是 明天回门 这是送你的礼服 换下试试 这件衣服的拉链 好像卡住了你能帮我拉一下吗 这件发是不是很丑 不丑 不丑 太多合同 真是帮了护俗的大忙了 小事 来来来 买了新的咖啡豆 你们尝尝 微服呢 微服怎么没来 说起来还得感谢他呢 要不是他嫌弃我 我也找不到天灵这么好的人 姐姐说笑了 啊啊啊 对付没事吧 多让开 啊 多让开 你看看 你干得好吃 都这么大 做事还这么毛手毛脚的 天灵啊 怎么样 伤口做了应急处理 改天再来拜访 对不起啊 疼不疼 没事 苏轩柔从小就喜欢搞这种小动作 我没想到今天这种场合他都敢 这是我最后一次回这个家了 好 我带你回我们家 对了 你 为什么要给我爸送采购合同 他没法按时交货的 很快就会面临大额的违约赔偿 你给我爸下档 如果不是他贪得无厌 怎么可能中这个拳头 厉害 不愧是新的 你喜欢就好 你先坐吧 我给你我要 先帮我拿件新的成衣 好 我来吧 好 这几天 就居家办公吧 我怕你烧老干人 你约艾瑞 明天起来这里住下 在一楼给他收拾一件干净的卧槽 好 我裤子也脏了 我现在就去喊艾瑞秘书过来 哎 艾瑞是商务秘书又不是生活助理 他不适合做这些 你放手 我不放 我还要洗澡呢 你帮我洗 流氓啊你 因为我就不放 好 成疼 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我放你抹药 倒是我们在那边去 啊 对不起啊 我今天 嗯 好 我 我不要 我突然想起来 以前好像也有人这么多洗过头发 你想起那个时期吗 没有 不过秦总 你的头发啊 好像没被咖啡弄脏吧 我有解皮 什么时候有的 今天 好 合同先改到这儿吧 一会儿把它给开 好 终于结束了 秦总 我们要不要放松一下 你看现在 月黑风高 是不是很适合 看恐怖片 不适合 一起看嘛 哎 吓人的地方过去了 你干嘛呀 我刚刚都没有看到 你不怕鬼啊 不怕 你怕吗 我不怕啊 继续看吧 啊 啊 没事 恐怖的已经过了 啊 没事 恐怖的已经过了 恐怖的已经过了 疼 疼 疼 哦 对不起 秦总 你不会怕鬼吧 天太晚了 我先上楼了 天太晚了 秦总 什么事啊 刚刚的合同需要修改一下 行 我去当电脑啊 不用不用 你记着就好了 对了 明天来的时候 帮我带水泥河 呃 是送给服务人的吗 嗯 行 那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 那我先挂了啊 你早点休息 艾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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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没事吧 艾蕊 苏丸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是个有心机的人啊 我哪有什么心机啊 我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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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有一件 和夫人有关的事要告诉你 丁林 小丹 和夫人有关的事要表现 以后一位 在心里做出出功 和夫人有关的事要表现 而 ост染到不法困住 和夫人移动 为了解 和夫人有关的事要求 让夫人有关的事要求 同样的存在 和夫人有关联络的事情要求 你为什么生气啊 我没有生气 可是你满脸都在写作 我不开心 我没有生气 今天是什麽特殊的日子 哎呦今天是什麽日子啊 呃 情事集團成立35周年 啊 哎呦幫我拿把槍 哎秘書你爲什麽溫入職勤室啊 當初我自己創業 研發成果未遷到一些公司的利益 不過是創業失敗 就這麽死了 你不覺得人生不值了 懂是吧 這個項目我整整做了三年 整整三年 押上這一切 就是不願意被他們收購 所以你叫自殺 讓他們跟人家嘲笑你都無能 不是 你誰啊 你凭什麽管我啊 想好了可以隨時來找我 如果你還想死 麻煩你換個錢 然後 請總幫我解決了後續的所有問題 說起來 我從未破產 還有你們蘇氏集團的一份 嗯 是嗎 我替我爸跟你說聲抱歉 你把蘇氏歷年的財務報表 整理一下 給我 好 阿瑞 你接觸一下蘇氏的中小股東 暗中收購他們的股份 已經在接觸了 哦對了 還有那件事 等一下 也有消息了 你答應過我 你不會傷害行動的 我沒有傷害他 你自己做了什麽 你自己清楚 我做了什麽 哎 這兩人今天怎麽都怪怪的 哦 等一下 停電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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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傷口腎癬了 換完藥再走吧 不用 那讓愛秘書給你換藥 開車 搞什麽 莫名其妙 需不需要查一下照片上的那個男人 不用 那您 要不要和夫人談一談這件事 不要 我就不應該把照片發給你 這不關你的事 夫人的車禍案 凶手是舒兵的司機 我們現在就去找司機的父親 謝謝米湯謝謝 姐姐話筒在這裏 還有你不要再跳了後裏拉鍊有點要開了 前一天試衣服的時候 是你說 誰呀 你怎麽來了 姐姐 我剛去公司找你 我剛去公司找你 前才說你跟姐夫居家辦公 所以我就來了 介紹一下 這是蘇氏集團的市場部經理 姜黎 你有什麽事兒嗎 我們進去送吧 我是 賤賣專利 枝姐工廠 不良貸款 我母親的心血了 漏洞百出 姐姐 我们都是一家人 情势金融是不会给你们贷款的 收购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你 要不是姐夫送来的那几份收购合同 你以为集团会缺钱吗 只是趁火打劫 要不是姐夫送来的那几份收购合同 你以为集团会缺钱吗 好走不送 苏经理 要不 我们还是走吧 走什么走 这留你说话的份吗 你去什么打我 打你就打你 打你还需要理由吗 苏经理 苏经理 你们冷静一下 算了算了算了 苏经理 算了算了 姐夫 我今天是来送苏氏集团融赞的 你要不要看看 你看过了吗 看过了 漏洞百出 姐姐没在职场上工作过 没什么经验 还是姐夫您看看吧 她现在是我的助理 她的话就是我的 二人送口 苏经理 请 晚言 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嗯 跟我来 嗯 还疼吗 不疼了 对了 你刚刚说 有什么事要告诉我 你 三年前的车祸 其实是你爸安排的 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 要不然我也不会拼尽全力离开苏家 对不起 我应该早点找到你的 我其实 我这边就再也不想见到你 其实 我 都还没有好好感谢你 愿意收购苏氏 真的很感谢你帮我 要谢我啊 嗯 那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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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谢我啊 那就 我 我得继续去工作了 好 走吧 有个东西要给你 这是 集团员工的入职礼 今天刚定做好 这样啊 我还以为你跟秦总有什么呢 又是用情侣杯 又是送玫瑰花的 这个颜色的杯子 全公司只有两个 一个是秦总的 一个是你的 就这么办吧 苏斌那边再逼一逼是 初婉元 嗨 秦总 我需要你尽快把 苏施的股份给走 再走程序呢 应该快了 要出门啊 去见谁 工作上的朋友 男的你的 男的 长得帅吗 帅 比我 比你帅 哎 我还有事呢 秦总 我要迟到了 换上 这 也太丑了吧 不丑 就这事 请问我现在可以出门了吗 我送你去 我送你去 不用了 谢谢 拜拜 拜拜 你要吗 我请你吃饭 啊 坐 谢谢 这么巧啊 你也在这儿 既然都来了 不如一起吃吧 来 走 博物园 这位需要点什么 包场 请走 还是老样子 好的 您是 这位是我的老板 秦总 这位是秦总的秘书 Eric 好的 秦先生 艾先生 你好 我还是他的老公 是吧 亲爱的 是 那这位先生 是 我 这位是我留学时候的同学 日车 我听说 晚颜失忆了 我招门回国 看看能不能帮助他恢复记忆 哎 我已经给你约好了 国内顶尖的精神内科 神经科医生 给你一颗回诊 时间应该就会在半个月后 好 那余先生这一次回国 打算待多久啊 那余先生这一次回国 打算待多久啊 如果婉言需要我的话 我会一直留在国内 他应该不需要 还有任何问题 我都可以帮他解决 对 我说 服务员 我吃饱了 买蛋 你一幕消费四千三百二十元 这是张牌 我来吧 啊我来吧 哦对了还有 您包厂的三十万元找 是吧 我们走吧 干的不错 以后你就是店长了 谢谢秦总 秦念玲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包厂是你要包的 余车他 苏婉言 你现在是秦夫人不是苏小姐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皮鞋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我只是有些事情要问他而已 是吗 普通朋友 那天晚上你们在酒吧抱在一起 那也只是普通朋友啊 啊 你跟踪我 其实 老爷 我先走啊 有什么事情你再联系我啊 嗯 哈哈哈 宏言 你先坐好 先喝点东西吧 我去洗个澡 我只是有些事要问你 不会耽误你太久的 没事 我很快 让餐厅把钱退回去吧 是 Herry 你爱过一个人吗 爱到他生怕受一代委屈伤害 爱到想把全世界都给他 我已经失去过他一次了 我不想再失去第二次 可是他不仅不爱我 他还完全忘了我 金总你别喝了你喝醉了 你别喝醉 醉了 别喝上酒 别喝了别 我爱过一个人 但是我永远都不能说 凭什么要跟他多歉 控制于那么强还跟踪我 算了 算了 还是跟他 打个电话 结识一下吧 我一个人 您要喝吗 不是 我 你 我是 你 我 晚言 喂喂秦总 怎么是你 晚言呢 他太累了 已经睡着了 我想应该给你打个电话 替他报个平安 长得倒是挺好看的 只可惜啊 现在碰不了你 对不起 我是不是睡着了 没事 我才要说对不起 这苹果汁好像是果酒 你好像有点喝醉了 现在已经凌晨三年了 你还记得吗 我曾经把公司股份托管给你 现在我想请你签一下这份 放弃股份托管声明 当然记得了 余先生 我以后会补偿给你的 只是现在 没关系 没关系 这都是我应该的嘛 万言 其实我觉得 秦天琳那种男人 并不适合你 他那么有钱 又那么有事 身边那么多女人 万一哪天他不爱你 余先生 这是我的私事 那我先不打扰你了 我先走了 万言 这是我的私事 那我先不打扰你 我先走了 万言 我们重新开始吧 抱歉 苏尔言已经出门了 你们抓紧时间 六千万 咱们真的要给吗 先给了 稳住那个狗仔 照片留出去 我怕对他影响吧 我总觉得这件事情 有点不对劲啊 六千万 和苏彬要赔的钱差不多 那您的意思 是说 苏总做的 八九不离十 这么晚还在加班 忙什么呢 那个 米坑鱼彻的包厂费 能不能还给他 出去 这件事本来就是你的错 那些钱 秦总早就让餐厅退还了 对不起啊 你们继续 秦总 那您先休息 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 好 秦总 我给你准备了咖啡 还有夜宵 出去 别烦我 我 我颜 我颜你就说 对不起 我颜 我颜你就说 对不起 你居然凶我 我就是担心你 你这么晚都不回家 好了 别哭了 是我不好 余彻给我打电话说你太零睡着了 我以为 你以为什么 我就是喝了一瓶果酒睡着了 余彻今天 跟我表白了 但是我当时就想到了你 秦天琳 我爱上你了 我希望说我还닿你 我最后就想不到你 我可以做什么 子 是 我 醒了 秦总 你有过姐的姐女啊 该上班了 你别走啊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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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吃点太瘦了 对了 你们昨天晚上在干嘛 你和余设金品馆的照片 被和狗仔拍到了 他还想敲诈我 什么 那你 放心吧 都解决了 那名狗仔已经被警察逮捕了 全部照片也全部都销毁了 对不起啊 我以后不会跟余设再联系了 没事 我相信你 秦总 那个 和海外分公司的视频会议 你已经迟到了 嗯 那你慢慢吃 我会上去开会 Ari 秦总之前有过几个前女友 说不清 很多 真的假的 你可别骗我 骗你的 秦总大陆这期间 只交往过一个女朋友 哎 他叫你明亮 好看吗 有照片吗 Ari Ari 你给我看看 我今天见的朋友都是女孩 你放心吧 爱妮 说正事 啊 王姨 我现在已经拿到了 默琴的放弃股份托管声明 请问现在这些股份 是不是可以由我自行处理了 我还需要一串数字 是你当年送给默琴手表的编码 啊 为什么 这些都是你自己订的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哎 你给余舍打个电话 问问不就行了 嗯 喂余先生 请问我三年前送你的那块手表 你还留着吗 我三年前送你的那块手表 你还留着吗 这个我得去找找 毕竟是三年前的东西 怎么了 我需要那串手表的编号 好我知道了 找到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好谢谢 喝咖啡吧 我先带你去见一见苏氏集团的几个老股东 嗯 好吧走 走吧 走吧 这件事我可没辙了 谁知道当时苏妄言送给默琴的一块表 是什么编号 苏总 这戏我演不下去了 你别看我这闺女年龄不胆 心眼可不少 在这还防着我一张 编号 编号的事我来解决 你继续 好 苏总 这是您要的文件 这段时间 你帮着万言联络公司的各大股东 还去财务部打探消息 辛苦了 苏总 我把他关到西城的烂尾老姐等人看着他 于彻 你 我们走吧 我 你放开我 我别因为都抱着了你 事都谈完了吗 顺利吗 谈完了很顺利 大家都对我爸不满很久了 巴不得换一个新总裁呢 你在干嘛 海外分公司那边出了点事 我等会儿要飞一趟国外 我不在这几天 你要照顾好自己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行了行了你去忙吧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好 好 你 你 我 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慢点别摔着 我是脑袋受伤又不是怀孕 人家医生今天才说了 我敬你啊 终于到家了 来 对了 Erin呢 这一天怎么没见到她 她提我出国了 对了 你想吃什么 我去做 你做什么 我都爱吃 我都爱吃 对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吃饭了 我在想说过苏世的事 来 谢谢秦总 可是 这个人生也放太多了 快吃 好 王爷 那块手表墨茜已经找不到了 有什么其他的解决办法吗 你也知道苏世集团现在的状况 再让我爸折腾下去 我真是怕 我知道 你的难处我知道 让我再想想 这样吧 我去后台给你查一下 那串编码到底是多少 不行不行 王爷 你这样违规操作 会进监狱的 好孩子 你妈妈不在了 阿姨来保护你 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秦总 您的小佳琪提醒您 现在 已经凌晨 三点 该 睡觉 Mr.Kin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休息了 我们可以明天再继续回忆 OK 你 你刚刚在开会 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攻击 我现在就来陪你睡 好吧 我现在就来陪你睡 我现在就来陪你睡 都说我不好 我现在就来陪你睡 好吧 啊 你 我怪你主的人生 怪我怪我来来来来给你擦 你 对不起啊路好有点堵 余先生我找到了手表的制造商 这是编号 一会麻烦你陪我去公正书工队一起来 不愧是姐姐这都能找到 雨彻 亲夫人 对不起啊 我今天来 就是来看姐姐笑话 爸姐姐来了 来 晚宴来了 快走快走快走 最近还好吧 江林呢 你们把他关在哪了 他现在很安全 只要你听爸爸的话 乖乖的他不会有事的 你要是不听爸爸的话呢 有事的 可就不只他一个了 王姨滥用职权 少说也要判十几年 对 还有你的秦总 秦天龄 因为那几块地的标书外泄 损失惨重 怕是 自顾不暇了 苏冰 苏冰 你真是个畜生 啊 你真是个畜生 啊 苏冰 你真是个畜生 啊 就给了爸爸吧 爸 就让我来劝劝姐姐吧 啊 哎呀 快回去 你谁呀你 我不跟你回去 走 不是他说他不跟你回去 你听不到是吗 你关你什么事 爹 王爷 我不跟你回去 我要去那儿回去 怎么着 秦总听到了 不要回去 我还要玩 哎呦 苏小妍 闹够了没有 你说我了 你是个好坏人 讨厌你 秦总 哎呦 洗干净穿借火 哎呦 哎呦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传集团董事长会有一 我要你在七天之内为平天临离婚 你坐那么远干什么 你为什么去找余车 秦总与其花时间在我这 不如多关心关心你的公司 所有 你非要这样跟我说话吗 那我应该怎么跟你说话 秦总 我突然觉得余车还不错 比你更温柔体贴 懂我 是我约他去的酒吧 秦总让我来帮他拿一些衣物 你和秦总吵架了 秦总他只是嘴硬心软的人而已 有什么事情你们可以 不是吵架 是我突然发现我不喜欢秦天灵了 我要跟他离婚 我要跟他离婚 不是你大早上你发什么神经啊 请你帮我问问秦总 离婚律师是他找还是我找 告诉他 既然选择了嫁给我秦天灵 那他这辈子只能做我的女 我想 夫人或许有什么难言之隐 你们有话还是好好说 先开董事会 苏轩蓉 你到底想怎么样 姐姐 这都过去六天了 我听说秦总并不愿意离婚 你要不要给他加把火呀 江灵呢 我知道他没事 江经理啊 如果明天你还离不了婚的话 就等着给他收尸吧 苏轩蓉 我们俩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呀 没关系 秦总最近忙得很 根本没时间回家 秦总 离婚的事 考虑得怎么样 不问 秦总 很生气嘛 空气一场 好趣好赛 苏轩蓉 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 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苏轩集团的新闻发布会 在此我宣布 苏轩集团在未来将有一个新的发展 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女儿苏文言 使他将手中的股份无偿赠予了我 不知大驾光临有何指教 我收购了苏轩集团13%的股份 作为集团的第二大股东 来参加这场发布会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没有 秦总说下 骗我 你们根本就没有离婚 喂 秦天琳 江丽出事了 你能救救他吗 出什么事了 你先别急 慢慢说 多亏了你给我看了一眼江丽被绑架的画面 我才猜到那是苏轩在晨曦的烂尾楼 你 怎么样 不知道妹妹对我的演技还认可吗 你们一直在派人监视我和秦总 要是不做做样子 怎么让你们安心呢 就算你救出了江丽 想想你的王仪 别怕 我在 秦总就算在 也只怕无力回天了 哎呀 你看这五分 好 我给你 但是你们要放过王仪 放心 大爷这事爸爸一定做到 诶 诸位记者朋友 刚才台上出了一点小问题 我宣布 新闻发布会继续 有请我们的工程员 苏万言女士曾在三年前将股份托管给当时的男朋友莫秦先生 莫秦先生现已同意放弃股份的托管权 我什么时候放弃了 我什么时候放弃了 什么情况 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托管权 我才是莫秦本人 这个秦总 您能使用一下手表的编号吗 0916 我的生日 各位稍等 我去核对一下信息 秦总 这是什么意思 先生 现在有一些情况你可能还不太了解 手表的编号 我已经交给工程员了 他们也确认无误了 然后你现在跟我说你是毛钱 什么意思 东如 没得没睡 你是中国人吗 我法语不好 你能说中文吗 小姐 您需要点什么 我叫苏婉言 叫什么 莫秦 中文名呢 秦天琳 真正的手表 在这 我想起来 他就是莫秦本 秦天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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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尝尝 哎 我话还没说呢 生日快乐 莫秦 我不需要 谢谢 说一下吧 这是一块手表 编号是你的生日 我挑了好久才找到呢 还有 我喜欢你 做我男朋友吧 我喜欢你 做我男朋友吧 苏婉言 嗯 这已经是你第九次和我告白了 无论你问我多少次 我的回答自始至终都是一样 我不需要女朋友 一杯热水 嗯 那天天特别冷 我就给他接了杯热水 然后 他就对我一见钟情了 那他都和你表白九次了 你怎么还不答应 才九次 这么没有毅力和狠心 我才不会答应呢 你怎么对他的心理 知道得这么清楚 那你还打算让人家表白几次啊 嗯 反话说得不错啊 你这个人 怎么偷听别人说话呢 我现在在读博 而你才尚大意 我们之间相差了五岁 我知道 我很快就会进入社会工作 而你还会继续在学校继续读书 我们之后的生活会截然不同 我知道 我不介意这些 秦天琳 我喜欢你 你是不是也有一点 喜欢我了 嗯 经过自己比对和编号确认 秦天琳先生才是默琴本人 你为什么要帮着外人欺负家里人呢 秦天琳 万云年岁小 单纯 你骗得了他 可你骗不了我 秦先生 我才是默琴 请你不要颠倒黑白了行吗 苏斌 我妈嫁给你的第二年 你就是出轨生下的苏轩人 在我十五岁那年 慢慢郁郁而终 你就让刘玉芬母子登门入室 逼得我远走国外 四年后你借口重病 让我回国探望你 我回来了 你给我安排了一场车祸 想待我死后继承我所有的股份 你把我当做你的女儿了吗 过了我天 别说了 收负后的三年 你把我软禁在家 不让我跟外界接触 直到确认我对你没有危险 你太想着用一场连姻炸干 我身上所有的价值 请问这个时候 你把我当做你的女儿了吗 苏总 请问这都是真的吗 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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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次女苏轩柔被捕 被指控于一起车祸 一起绑架案 及一起入室道歉有关 苏市集团动荡不安 关键时刻 苏斌长女苏婉言力挽狂澜 以苏市第一大股东入主集团 并改组董事会 您心中的助理大了 那进来吧 做家自我介绍吧 苏总好 我叫秦天玲 毕业于伦敦商学院 请天玲 来早什么乱 我今天很忙的 我今天要是不来 你是不是继续打算去公司啊 天玲宝宝乖 我这些账看完 就回家陪你 好不好 跟我回去 我账还没看完呢 我让艾瑞叫了 审计所的人来 给你重新整理 账目这么乱 你累死也看不完的 跟我回家 怎么了 你明明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有张摩星找得那么久 三年前 你亲口跟我说 再也不行结果 我一直记得 好不容易找到你了 又发现你失忆了 我既希望你能记得我 又害怕你会想起我 你知道当时我有多生气吗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穷学生 就把我所有的珠宝礼服 奢侈品全部送给了江丽 后来知道你居然是 情侍集团的寄生人 我当时都要欺诈了 还有 送你的这块手表 我明明是三十万买的 怕你不肯要 硬说是一万买的 你说我气不气 别气了 所有的东西 我双倍赔偿给你 十倍 一辈子都是你的 其实 说不想见到你那句话 只是气患 我只是想让你哄哄我而已嘛 你嫁我之前 有几个女朋友 一个 那 出门的 你的 那 你的 都是你的 秦总 我想离职 被您屁股了这么久 也该出去重新闯闯了 这是 这是一份投资集书 你辞职以后 无论做什么 寻职都会以三千万现金入口 谢谢 请同 还有 希望你以后 能找到一个真心值得爱的人 我会的 请电铃 快走吧 因为要迟到了 没关系 我说 是 你 怎么样 电脑好了吗 没有 那我看看 对不起啊 这么晚把你喊来 主要是 这个论文我明天必须讲 不好意思 你先用我的写 我修修看 真帅啊 不愧是我看什么来的 我去给你倒杯果汁 好 妈 你先喝杯果汁 哎呀 对不起对不起 要不 你在我这儿洗个澡吧 我这儿有洗衣机烘干机 我先帮你把衣服洗上 好 好 嗯 我头发也是 我也去洗个澡 嗯 嗯 那就是典型的屏幕问题了 哦 可以看到啊 嗯 好了这台电脑的状态我们看到了 接下来我们给他找一块屏幕 画上去然后呢把他电脑升级一下 看来 这干嘛怎么都没吃 怎么回事 啊 啊 庆总干嘛呢 这电脑好像坏了 起来我给你看看 闪屏啊 应该是显卡换了 我送你块3090吧 你这配置 也不配我送你的显卡呀 我给你招待新电脑吧 i9的CPU M2的固态 DDR4的内存 你这显示器也不行 换个新的吧 多谢我